人一生活在欢喜里面,就不容易衰老。 所以你要去找欢喜。 欢喜在哪里找?在佛法里面找。 在圣行教会里面去找。 在宗教经典里面去找,你就能找到。 找到之后,你要认真学习。 欢喜从哪里?就是从爱心来的。 你有爱,怎么不欢喜? 所以这个字是整个宇宙的核心, 是自信的核心,是自信的一等。 我们要把这东西找回来。 没有修习之前,我们是反复。 我们确实有很多错误的想法、看法。 那就是约望。 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,不是真的。 知道轮回是假的。 事实真相了解了,我们把这个东西放下。 我们把爱找回来。 把心量扩大。 心量本来是心包太虚,两种杀起。 本来宇宇宙万发,跟我们自己是一体。 我们现在迷了,不知道事实真相,不知道是一体。 所以,一切都是以欲望为标准。 满足欲望的,就生欢喜。 违背欲望的,就生怨恨。 生怨恨恨。 实在讲,欢喜也是烦恨。 怨恨也是烦恨。 因为它那个欢喜,是欲望刺激。 它不是真的。 真的欢喜,是从内心往外面流。 自性里面的欢喜,自性里面的爱,向外流。 那是真欢喜。 我们看婴儿。 在一百天之内,你看它那个笑声。 那个欢喜是真欢喜。 睡在摇篮里,睡着了,没有人去逗它。 你去看它,它会笑。 它睡着了,它会笑。 那是真的。 那不是外面刺激的。 这是基督,是本有的。 不是外出来的。 不是外面学得来的。 本有的。 本有的珍贵的。 要把它召回来。 召回来,这是有情深差别的。 心。 从慢慢地,云离一切欲望。 到以后,愿望没有了,有情意。 有智慧,有情,有义。 再提升,向佛陀学习。 那就有智慧,有智慧的爱,觉悟的爱,是菩萨。 是佛经上说的大慈大悲。 这个时候,自自然然,一切时,一切处。 面对一切众生,你都能够生欢喜喜。 未经上欢迎访问 if you're in the country. 好奇,你都能够生欢喜。 我数人都能够生欢喜。 我会召回来,如果是请你多多点视频,